今天的主角也就是基于1比12平台开发的沙漠卡 之前我也说过轮胎尺寸变大后 它的娱乐性会提升 包括是它的通过性防撞等等这些属性 以及是这本身就是个电阅平台 它重心已经很低了 所以说轮胎大点也不用担心它特别不稳 包括是连络本身的色彩设计外包装等等这些细节 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看到包装盒上面这种很暗的文字的设计 很有这种质感 以及是它这个渲染图上面很可爱的 还有一个飞出去的螺母 这个是暗示了什么 是说这一次的螺丝不会拧不开 它会自己飞出去吗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来做个开箱 它是一个硬质的这种牛皮纸的盒子 表面做了彩色的这种印刷 然后一个天地盖打开之后 你会收到的是一本说明书 以及是一套这样子的高强度的扳手和螺丝的这个套筒 以及是附赠的这种小卡子 阿扣以及还有一个充电器USB的 还有呢就是调节这个百臂形成的螺丝 还有一个就是它给你附赠的这个备用的结合器和螺帽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个小东西 这个版本的价格也会更低一点 大概是600多块钱 所以说呢配件就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了 基本上你需要东西它都给 那包装也会更简单一点 更加经济实惠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盒子里面 包括外面这种黑色的这个牛皮纸表面的这种印刷的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作为你个人自己去购买或者是送人的话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就是这种质感的感觉 那车子能看到是这样子一个红色搭配金色轮毂的一个搭配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这样子小人车拿手里还挺重的 感觉比之前的这个版本重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它这个遥控器 这个应该和之前碳纤维版本提供的遥控器是一样的 那这次只有一个金属底盘的版本 所以说只提供了一款遥控器 接下来我们把包装放到一边 把车子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这款的设计 首先一如我眼帘最突出的就是这次的底盘 它选择的是一个这样子枪灰色或者太灰色的底盘 而且能看到是这个底盘上面 它所有的螺丝都好大颗 都是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螺丝帽 我相信这个螺丝帽拧起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它更容易去操作 对于你的工具要求会更低一点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车身的阻尼 感觉起来前后的阻尼是比较均衡的 转向侧面能看到这个车子从前到后 有头部的灯光以及是这样小的反光镜造型 里面有两个小的人物的 以及它背后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一个小的瘦窄的车身和四个比较大脚的一个比例 这种车子的越野性能和它的稳定性会比较不错 以及是它通过性能 因为这次轮胎变大之后也有一定的提升 我们把它压到底的话 大概可以看到里面下面 还能有个大一两公分的间隙 所以说你去跑一下越野完全没有问题 你给它当成大车来玩的话 其实也是OK的 只不过它轴距会比一般大车来长的那么一点点 那你这样子操控起来稳定性会比较不错 但是你比起空翻来说呢 它就没有那么强了 只能说这个尺寸轮胎 加上这个车子的这个造型和轴距呢 空中姿态控制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车子的这个前面 正面能看到是它有一个非常小的防撞的结构 从侧面来看这个减震机构呢 它是有上下两个轮件组成的 包括中间有脚链的设计 所以说它受到冲击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折叠和弯曲的动作 来吸收一部分的能量 那这样造型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车子的外观的美观 因为沙漠卡一般都是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前脸 但是如果说你想去追求它更好的防护性能的话 那我倒是建议原厂可以做个更宽一点的车头 特别是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的附件 包括是给新手去做这样一个准备会更好一点 毕竟你的这个前面的避震还是裸露出来的 包括是下摆臂也是一个比较裸露的状态 那如果说呢有一个这样的前脸的保护呢 会更好一点点 当然两侧呢它的轮胎是一个比较柔软材质 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减震的效果 那车子的顶部呢比较遗憾的是 它只有一个这样的软壳的包裹 加上里面的这个尼龙的支架 并没有一个这样子防刮条或耐磨条的设定 那如果说你这个车子有一个比较激烈的翻滚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磨损 但是好在顶部好歹呢 有四颗这样金属的螺丝 它呢可以吸收掉一定这样的磨损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底盘的话题呢 这次可以看到它这里都是统一采用了金属底盘的设计 而且能看到这个金属底盘上面有一个很大变化 针对大家之前吐槽问题呢 做了一个改进呢 这也是我觉得说国产厂商对于国内市场的一个很好的反馈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阿扣来看一下车子结构 它就只有这样两个阿扣 然后一个这样掀背式的设计 掀开之后能看到里面这样一些内部的零件 搭配了雷拉洛定制的45A的无刷垫条 以及是2650KV的2852电机 比之前的尺寸更大扭力更强 搭配了4.6公斤金属齿轮舵机 在传动机构上采用了前CVD后狗鼓的形式 碳钢的材质3.5毫米的直径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硬度 性能上来说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个是转速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线性能好 那我觉得这一套组合去玩一些 这个越野的时候是还不错的 包括是你想拉急速也是能拉得上去的 然后我们来看电机座的位置 它会相对比较靠里面进行安装的一个状态 里面是17T的齿轮 搭配大的轮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爆发力和线性 并且全车上面的齿轮包括是电机齿大齿 以及是前后的散尺和差速齿 都采用了粉末眼镜的齿轮 电池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调整 这里能看到是它的金属底盘上面会多了块海绵垫 这样可以让我们电池做到一个更好的固定和支撑 标配的是一个2S2800毫安时的电池 继续 这里也能看到 它这一个尼龙键上面的螺丝 打的都是比较好的 没有说打过 打爆掉的一个情况 捏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合景的状态 这个车子的二楼板之前也分享过了 它是采用了一个这样尼龙的材质 来制作的二楼板 更加有韧性一点 里面会有一个这样子 像公字缸一样的结构 它是会有一个垂直方向延伸的设计 所以说它硬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整个车子往这个方向的 这个刚性还是不错的 然后左右扭转的刚性 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 整个感觉还是蛮结实的 但是很多小伙伴会比较纠结说 这个金属底盘是不是一撞就弯掉了 这里就是要看你具体完了情况了 如果说你这个车子撞墙 或者撞一些竖章 电线杆这样子一个固定物体的时候 这个动能是很高的 便是你去选择一些 什么EXB 7075高配的车架 它难免也会有一定的损伤 并且我觉得说这个底盘 对大家自己一场舆论来说 应该是比较足够了 但是金属底盘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们难免是会弯曲的 包括车子急速比较高 以及尺寸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小 接下来再看一下 整个车子的悬挂系统 前后都是独立悬挂设定 它的避震行程可以感觉到还是蛮长的 而且能看到是它这个避震系统 因为这个平台有一个比较好的设定 都有防清杆加上可调的拉杆的设定 所以说你后期调教空间也是蛮大的 包括结合你自己的玩法 你想更公路一点还是更加越野一点 这里也有去调整百臂空间的螺丝 你调整之后 你车子可以有一个预先压住的状态 它可以更低的重心让你去拉一些急速 包括是你可以给它调高更好一个减震的状态 车子的前轮采用了正阿克曼脚的设计 可以利于我们高速的进行过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两个前轮的液压阻尼避震器 这里因为两端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平衡感的设定 来增强车子侧向的一个支撑力 以及是这个油压阻尼 可以让我们在跳跃的过程中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减震 包括是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车身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姿态 这也是电阅本身这种平台的一个优势 它的重心比较低 即便是你把重心架高之后 它也会比较稳定 而且它会比较偏向于中后部分 所以说你的跳跃和飞跃手 它都会是一个这样的姿态冲出去 那你在空中调节的姿态空间也会更大一点 以及是这个车轮会比较厚实 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缓冲 然后再来看后轮也是一样的 液压阻尼的减震器 能看到它这个行程和空间还是挺大的 如果说我们车子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勾勾坎坎 包括是一些石子 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响应 同时左右也有平衡感设定来增加它的侧向支撑力 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如果说我们压下这个车子或者说抛下这个车子 可以看到它的后轮会压得更低一点 头会抬得更多一点点 原厂的后轮的预压会比较少 首先是整个车子重心都是比较靠后的一个设定 所以说对它后面避陈器的压力会大一点点 其次一点这种姿态 我觉得说更利于它进行越野和高速的行驶 特别是在野地上面 如果说你玩的偏公路一点 可以把后轮的预压去加一点 把车身前后调到平衡一点 如果说你玩的偏越野一点 反而这样的姿态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也是利于它来进行行驶的 视频最后再来做个简单总结 这款遥控器之前探讯版本就在搭配的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我原来之前雷达路AMX12的遥控器 已经拆下来到别的车上再用了 包括是它的微调功能和手感 我觉得都挺不错 而且是外观也是蛮有这种未来感的 如果说你现在去购买 前100名是会赠送这一套新合金的零件 就是它前后的轮座 包括转秧座这些东西 你这个车子它会有一定强度提升 同时也是一个备用件的一个选择 反正你既然要买了 这拿起来也是不拿白不拿对吧 那这个车子我来总结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很经典的底盘 来打造了这一款沙姆卡车型 轮胎的比例尺寸 包括轴距各方面 我觉得做的都挺不错的 特别是外观的造型 还是设计的蛮有自己的感觉的 以及这个涂装的风格 红色搭配金色的感觉 还是蛮有质感的 那这个车子我觉得说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在于说它前面这个防众结构 还有一个这样子机械结构的溃缩的能力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样沙姆卡的造型的注定就是 这里会有一点点的裸露 也如果说你的高速行驶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冲击的话 对它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所以说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呢 也是要去注意一下 这样子比较越野车型 它会有比较多裸露的地方 那比起短卡来说呢 可能来说它的轮胎是更大的 但是呢就是保护起来会更少一点点 以及是这个车子它后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大备胎设定 它会有个更加抬头的姿态 跑起来我觉得也会比较好看 比较有趣的一个造型 这是一个很经典底盘 配件非常多 你有各种各样改装的方案 以及是你想去改的 更加有这个美观 一些金属件啊 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车架平台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零件通用性很强 并且我会在后面视频里 给它做一个下地的测试 来看一下这个车子跑起来的姿态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以及是它动态的响应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感谢小板可以关注一下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角还有更多RCA与丸资讯 我是米奇叔 下期再见 拜拜